終於迎來復償之後 第一個端午節了 可以跟家人面對面相聚 當然要準備多些種子一起過節吃 通常會選擇甚麼來迎節 哪一步多點 鹹肉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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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精粽 鹹精粽 喜歡吃甚麼類型的種子 鹹精粽 鹹精粽 對… 多餡,豬肉和鹹蛋黃 鹹蛋黃最好 牛油 好吃 我怕你很想吃 對… 這麼多種種子 無論大還是小, 鹹還是甜 羊羊都想吃 一種好吃的種子, 鹹料是關鍵 鹹蛋黃更加靈魂 一定要用夠大、夠油潤起沙的 頂級蛋黃才行 這隻鹹蛋黃, 你看, 夠大 鹹蛋黃還要加沙 還有甚麼呢 金華火腿、冬菇 還有日本元貝 足夠了, 讓我嘗嘗 每次都吃到餡料 適合一家人一起分享吃 想一人一隻? 傳統家鄉種份量剛剛好 它的糯米是用濃湯調味的 還有頂級的鹹蛋黃 再加上其他的配料 碰量和比例剛剛好 不用點醬也可以吃到很多層次 除了廣東口味 亦有用醬油醃製糯米的綱藍種 做到濃而不咸 甜種亦有用上綿滑紅豆用做餡的 桂花紅豆種 和鹼水豆沙種, 甜而不利 打算提早送禮給親友 可以選禮盒套裝 包羅萬有 想吃哪種口味都齊了 現在還可以用手機預先訂購 送給親朋戚友 隨時隨地都可以表達心意